今次這首歌曲《迅思卷》 找來NOWERBOX 家朋友幫我作曲 填詞亦都作為Oscar Lee 跟著找了Counsel Soap 幫我做監製 這首歌是說什麼的呢 其實是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看動漫 很喜歡看動畫有細小的大都 也都會被動漫的主角吸引著 經常都會幻想自己的歌 就是那個動漫的男主角 我自己認知的動漫世界 通常都很美好的 然後他們男主角或主角們 都會不顧一切去做想做的事 然後最後都會達成他的目的 我從小到大都很想 整個敗門都會幻想自己 如果是個動漫男主角就好了 這首歌其實做的時候 各方面都想做一首很J-Rock 很動漫形式的歌 希望這首歌的歌詞 其實當然想說 很多人在這個現實世界都失去了這個童真 然後好像慢慢找不到自己 沒有了一個初心 就是不記得了自己 其實因為小朋友的 purpose是最單純的 就是想做那件事就做 反而一個人越來越大 很多東西都會有很多秘技 很多東西都會不敢去嘗試 這首歌就是想說 大家可以找回自己的初心 希望好像一個動漫男主角 勇往直前什麼都不怕 MV的故事 就是一貫大怒的動漫形式的故事 就是男主角經歷了一些低潮 然後就有些心魔要去解決 這個心魔最後出來攻擊他的時候 通常正義那批 最初都是不夠打的 要先受一下挫折 然後就集合大家的力量 一起再fight back 打贏這個反派的力量 其實這次的MV用動畫展現 基本上是全自肥 就是將自己想放進去的東西 全部放進去 因為動畫的MV 跟真實可以有些不同 不同的方法就是 你真的想到什麼都可以放進去 因為動畫才會滑下去 就是你可以在天晚上空 到我想逛逛街 飛起來都可以 因為所有東西都可以好天晚上 在動漫的世界裏面 這次的動畫的MV 除了有些男主角會好似我之外 因為我真的跟動畫師說 很想結束一次的動漫男主角 然後身邊又出現了一些 我平時會出現的物件 然後我會今次在這個動畫裡面 放了一些彩蛋 好像人家看那些馬複電影 大家看這個MV的時候 也可以同步一起找一下彩蛋 其實我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彩蛋放在哪裡 我自己看MV也要找一下 因為我很想在這個MV裡面 難得在一個動畫的形式 希望可以放到一些 我入了行之後 陪伴我的一些重要事情 或者我生活上一些 我自己覺得緊要的事情 我也想可以成為一個彩蛋 放下去 到時會在哪裡出現 我也不知道 希望大家看完這段MV 就是大家一起去尋寶 我剛剛拍的時候 想拍這個感覺 好像一個小朋友 可能傻笑 坐著看著天空 發白日夢 因為我覺得 我很多時候 對動漫最大的感覺就是 我看完一套動漫 我以前可能回學的時候 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就是發白日夢 我可能會發白日夢 去幻想自己是那個男主角 然後經歷那個動漫裡的情節 我今次就 在這個MV裡自己 就將自己 放進這個動漫 一起去經歷這件事 去做一個正義的英雄 去打壞人 我好喜歡龍珠 好喜歡宋馬暴龍 今次其實 有很多宋馬暴龍的元素 在裡面 即是他要進化 我在這個MV裡要進化 我有一個 好像神獸的物體 在旁邊做陪伴 有一個寵物 我又要集合大家的力量 一起去打下壞人 我覺得這個動畫 今次我的MV動畫元素 是比較偏多宋馬暴龍的元素 在裡面 好我想再說一個項目 今次想特別說一說的就是 我做這個動畫的製作MV 這個團隊的無厚班 首先有這個趨勢兄弟的團隊 以及有Tommy 兩個團隊合作 一起去獻身了我這個動畫MV 為何我很想去多謝他們 因為其實他們是兩批人 兩批沒得上的人 都其實是香港人 來的 是香港本土人去做一個 這麼高質素的Animation製作 我為何會認識到他們 因為我上次做一個 玩具牌子CAPS的時候 看到他們的宣傳片很漂亮 我就問他們 原來就得知到 做這條宣傳片的人 就是一班香港人 我那時就 已經立即構思 好想有機會 我有一次的MV 可以做一個傳統畫形式 我這次問了公司 覺得這條宣傳片很適合 我問我可不可以 找他們做公司 都很快答應了 然後 我看了一個RUF的成品 我自己都很開心 覺得 其實 本土香港人 都有很多 很厲害的 因為你看到他們做的過程 和他們一起開會 知道他們怎樣畫 其實他們所有東西 都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之專業 所以再一次在這裡 很多謝他們 亦都希望多些人會發現到 其實香港都有很多本土的亞洲 無論是做其他創作也好 做其他文化藝術也好 都是非常優秀